好 观众这个总统赖清德 那么出访现在过境美国的夏威夷 那么在第二天行程呢 那么他也前往这个当地的重要智库 东西中心来进行八分桌的全英文演说 由于呢是毕美可以座谈 那么根据了解 那么在东西中心事实上呢 是美国跟整个亚太地区呢 要进行了解 以及呢相关连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智库 那么赖总统在这边进行闭门的一个演说 最主要是要阐述自己的一个理想跟证件 以及呢台湾在整个印太地区呢 扮演怎么样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角色 好 那么这次主题呢 是以共荣的未来 那么台湾作为印太区域 和平跟繁荣的伙伴 那么来进行演说 好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上呢台湾在整个印太地区扮演的角色 那么要凸显怎么样子的一个关键的位置 事实上呢在整个整体的印太战略上 那么赖总统也在演说当中 也会跟这些学者们来进行座谈 并且进行交换意见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赖金德总统呢 在过境下位的这个整个过境时间点 也进入到最后尾声 那么接下来也会前往 我们在太平洋的三个友邦来进行访问 这个赖金德总统的 快会 我能接下来 你能接下来